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 Daniels TV在每个礼拜 不定期推出的直播节目 我想说今天我们就就着 刚刚前面一则 历史上的一天开始谈起 我们在这个开始谈起的过程当中 我们首先向各位报告 我们所谈当时后进的王国 后进王于契丹 那你会想说那当时后进既然已经 这个攻破了汴梁 某种也把这个后进这个国家灭亡了之后 那为什么契丹不选择入主中原呢 事实上当时发生了一个最严重的状况是 契丹当时的国主 也就是后来他的建国者耶律德光 在那个时候当他入主了汴梁之后呢 他所想到的是享受汉人优渥的物质文化 以及餐饮文 美食文化 美酒佳肴 而他对于汉人怎么治国 他几乎没有概念 甚至于他当时觉得说 没有关系他国家缺钱了就做一件事叫做打炒 命令部队出去打炒股 什么意思打炒股 就是解放军纪 重兵劫略百姓 因此在不到大半年的时间 契丹耶律德光才发觉说 附近的民主 他治理一个国家 就治理中原地区 真的不简单 既然治理中原地区这么不简单 而且附近又民怨四习 这个到处整个次序乱哄哄 整个国家陷于一个无政府状态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怎么解决 怎么处理 因此耶律德光当时只能信信然地 撤出了变粮 虽然是如此 但是其实告诉各位 这一件事情 耶律德光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教训 所得到一个很重要的教训是什么 首先第一个 统治汉人的统治区域 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而且他深刻地发觉 汉人跟西单人 他们在基本上在文化 在对政府的概念等等 各个方方面面 都有相当大的落差 虽然不可否认 如果各位对于中国中古史 也就是隋唐时期的历史 有相当程度了解的话 各位一定知道 有一位史学大家 当年联合报曾经报导他 号称他是 当年都是中国的第一代 莱斯康人 你会想着什么意思叫莱斯康人 就是告诉各位 他一个人精通非常多种语言 那位史学大家是谁呢 就是后来没有选择来到台湾 留在广州 最后也曾经惨遭批斗 到晚年双目失明 但是仍然完成多 完成了非常多 在我们史学界特别是研究中古时期 也就是从南北朝末年 南北朝的中后期 一直到北宋 赵方印赵宋建国之前的 这一大段历史 非常有名的史学家 陈银克先生 他就曾经在他的一篇著作里面提到 为什么燕云十六周 当时石敬堂会想要割让 严格来讲 当时出现的状况是 坦白说在中唐以后 也就是在安史之乱以后 那个时候的唐朝 那个时候唐代政府 已经发现了一个不对劲的现象 就是怎么样了 所谓的幽州 也就是今天的北京 北京这一带 就我们讲的所谓 幽云十六周 跟燕云十六周 这一块 严格来讲 当地的民众 虽然是汉人 虽然他在血统上 血缘上是汉人 但是因为在这个地方 常年的胡汉交杂 使得这边的汉人 基本上生活化 已经相 生活上面已经相当的胡话 我们姑且有这个词 就换句话说 他们可能跟 斯碧人 也就是我们写的先卑 其实先卑应该正确的读音是 塞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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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那个什么 因为我们契丹人 严格来讲 契丹人是东 东西碧人的一部分 的一个部族 再过来就好比说 那个什么 或者好比说 甚至受到当时 还有其他的 你甚至像好比说 受到高高利人 这些相关的 这些民族的影响 使得当地人 坦白说 他汉人是汉人 但是有汉人血缘 血统 但是严格来讲 他们的生活 已经非常的势必化 就是鲜卑化 或者也有可能突固化 就是我们各位 现在大概一天到晚 讲突厥突厥 其实正确的读音 应该是突固 为什么呢 各位呢 你如果从 我们现在知道的 有一个国家 这个我们常常开玩笑的 所谓的人 所谓的狗中哈士奇 国中土耳其 土耳其英文怎么念 Turkey 对Turkistan 你从英文的发音 来回想 你就知道 为什么 因为土耳其人 自认自己是突厥人之后 我们大家都 习惯念突厥突厥 其实告诉各位 那个正确的读音 应该念突固 你从Turkistan 你就能知道 所以他应该正确的读音 是突固 然后就像很多人 我们现在大家 爱听到的 鲜卑长 鲜卑短 其实我告诉各位 那两个字不念鲜卑 正确的读音 是诗弊 为什么呢 各位想想看 现在英文里面的 西伯利亚怎么念 所以正式的西伯利亚的翻译 应该翻译成 鲜卑利亚 所以那两个字 应该念 鲜卑 鲜卑这两个字 应该念 就是诗弊 应该念成这两个字 好 我们再讲回来 这个扯远 我为什么要从 这个后进的 王国开始谈起 因为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今天 我们所要谈 深入想要了解的部分 是什么 就是呢 就是 很多朋友到今天 都还不认为 契丹是中国的一部分 当然你如果 当然你现在来讲 契丹族 现在有没有后裔 留在中国 当然有 你除了在东北地区之外 另外还有一位 很特别 还有一部分人在云南 而今天呢 在大陆的56个民族 的分类当中呢 给他们的名称 是达沃尔族 是达沃尔族 而在达沃尔族当中 现在达沃尔 相当多的族语里面 还保留了一些 一些这个 契丹族的语音 保留一些契丹族的语音 为什么我今天要 特别是说 从后进王国 来谈契丹 因为很多人都认为 说这个契丹也好 就是契丹也好 或者聊也好 他们是外族 他们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其实我在今天 跟各位报告一件事 我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听过 历史上有一句话 特别尤其在这几年 大陆研究 这个少数民族史 或者说研究 我们称这个辽金元史的 这些学者 常常挂在嘴巴上 讲一句话 是 只不知中国 就是在 特别是在研究 宋代的时候 南宋那更不要说了 北宋基本上 都就已经是如此了 只不知中国有大宋 只知弃丹起中国 我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其实这句话是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我必须要跟各位报告 的确 在 我们都认为说 宋代这个国家 你可能有个不好的认知 认为宋 既品既弱 也可能认为说 这个宋 怎么样 老大白仗 宋的文人治国 要不然好一点 你看宋朝是文人治国 宋朝有文化上 在物质文明上 和文化上 通通都是 这个世界是牛儿 然后呢 当时的开封人 开封全世界最大的都市 人口轻轻松松 可能破200多万 整个以开封城 跟它周围的 这个卫星都市 就周围的几个县 这个县城加起来 这个可能人口破了 人口已经破200万 等等 当你在讲这些的时候 好不说 这宋代还有很多 有名的文学家 苏氏 什么什么 这个 唐宋巴拉家里面 宋代占六个 北宋代占六个 这些 因为可能你在讲到 这些的时候 某种程度上 拿来聊以自卫 代表一件事 当时的宋 虽然不有名 但是最起码一件事 我们观众们来讲 我们还是很精彩的 你这样想 我也不反对 但是我今天 必须要告诉各位 如果今天 你不把契丹 拉进整个的 中国体系来谈的话 拉进整个中国 或中华文化体系来谈的话 我们今天这个中国 请注意 是个文化 我们今天这个中国 请注意 它是文化 不是政治概念 不是 我们今天用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在这个直播里面 我的中国 可能尽量用的是文化概念 就是所谓中华文化的代表 就 这个所谓的天下 是什么 这样各位都知道吧 这个 曾国凡当年 这个 写的那个 写的那个 戏文 就是说 要讨伐太平天国 他 他不是说 太平天国王大清 他是说 太平天国王天下 何谓王天下 请注意 这个天下 不是政治概念 是文化概念 是个文化概念 所以就说 很多部分 我今天一直搞不清楚 动不动就讲 我们怎么样 如何如何 拜托 你不要拿 你现在的观点 来看那个年代 因为你用 现在的一些观点 硬靠那个年代 是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 百分之两 有可能 被你瞎猫碰的死耗子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一件事情 你碰到的 即使是死耗子 我跟你讲 那个耗子也臭 你这只虾猫碰得好 那个时候 那耗子铁定是臭 不会是刚死的 为什么 刚死的 早会被别人吃了 也轮不到 你这只虾猫 别的动物叼了 别的是被火猫叼 别的是 这个明眼猫的叼走 轮不到你虾猫了 所以因此 我在这边 就跟各位支持 好 我们就开始 就讲回来了 所以因此 我们在这样 一个状况底下 我们就要跟各位 做报告 开始跟各位 做报告 为什么今天 我用这样一个题目 首先就是像我刚刚讲 没有错 的确 的确在北宋建国 跟辽之间 不管是对峙 什么时候 但是事实上 基本上 在那一段期间 的确出现了一个现象 就是 基本上在欧洲 基本上 以我们现在所知的 欧洲跟中亚国家 当时的概念 确实是我刚刚讲的 那句话 不知中国有大事 只知弃丹 其中国 绝对是如此 如果你不信的话 我们就先从语言上面来讲 先从语言上面来讲 怎么说 我不知道现在我们收听的 这个广播朋友里面 感谢 应该是李坚 感谢您给个赞 感谢您点赞 谢谢 这个我不知道 在座有没有朋友 懂俄文的 如果懂俄文的话 我想请问一下 俄文怎么称中国 俄文怎么称中国 告诉各位 如果你一定会以为说 一定是好比说 像西方可能受到情的影响 所以念情 本来应该是China 就变成China 或者 有可能直接念青你 例如像哪里 例如在我们现在所知 旧约圣经里面的 就以秦 就这个秦统一天下 这个秦的这个名声 以这个旧约圣经的 以赛亚书里面 他们就曾经说 你看 有人从秦里来 那个秦里 秦里还是什么 事实上那个地方 只不就是中 就是China 在那个年代 不念秦 他说是China 应该是这个样子 那基德赛过来的 我们要讲 俄罗斯文 就今天的俄文 他或者好不说 你直接指 有一部分是什么可能 包括一部分斯拉夫语 都包括在 他们怎么称中国 告诉各位 俄文的最 俄文最明显 念什么 念Kitae 也有那个 如果假如说各位听过 秦 那个大陆学者秦辉教授演讲 他的发音比我更准一些 念Kitae 如果你觉得这个 Kitae这个音啊 你会觉得说 是怎么转过来 告诉各位 在宋代的中国 在宋代的中国 大部分的官话 或是通行语言里面 通行语音里面 有很多很类似 今天的客家话 我们所学的客家语 所以今天举个最简 所以今天我就要请问 那客家话 怎么念其丹的 这两个字 Kitae 我说我没记错的话 发音就是Kitae 既然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那你想想看 俄罗斯人怎么称中国 Kitae 因差不了太多 这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的确 就在中 的确就在 中古世纪的末期 往近世的 这个方向 推进的过程当中 这个历史推进的过程当中 的确 在当时的中亚 甚至于一部分的欧洲国家 他们对中国的认识 是来自于 其丹 而不是 大宋 而不是 北宋 所以今天我觉得各位 我们就 我用个米兰语 就 我们大人 八人要看 我们现在在做这个 历史上的很多研究的时候 不要认为说 就一天到晚讲一些 聊以滋味的事情 你看我们汉人 汉人还是不错 要不然就是 要不然就是一种 就是骂 你看北宋就是 积贫积入 要不然就是 没关系 我们还有世界 自己的大王好 我们那个 谁写了 这个沈库还 写了梦西比他 然后你看中国历史 全世界第一本 法医学专著 也是在中台出现的 然后再来 后比说 这个全世界第一本 儿科医学专著 潜移的小儿 妖症直觉 也是出现在北宋 所以我们北宋 是不是他 你讲的 我都不否认 但是注意 但是告诉各位 注意 事实就是事实 现实状况 就是现实状况 在那个年代的中亚 甚至于一路到了 欧洲 恐怕当时 他们对中国的认识 是 是 是 绝对不是 你打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就要再讲过来 那你有没有 其他的文化的东西 可以做代表 我必须要讲 耶旦节才过了没多久 各位知不知道 在欧洲 特别是像俄罗斯 一定是这样的 每一年的耶旦夜 如果要应景的话 一定会上演一出芭蕾舞剧 那部芭蕾舞剧呢 就是 Cherko Fosky 就是Cherko Fosky 柴可夫斯基 所写的一部 很有名的芭蕾舞剧 胡桃前 我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看过胡桃前 整处看完了 我想搞不好看完了 说明不多了 好 我们今天就讲回来 这个我想说 你看过 没看过 或者完全不懂 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在 各位知不知道 胡桃前 这个芭蕾舞剧里面 对不起 它中间呢 有很大的一段 它中间有很大的一段 是各个不同的 花的仙子 出来跳舞 但是请注意 其中有一个 就是竹子的仙子 我们讲的奔布 竹子 那个叫 我们叫 竹笋的那个竹子 这样讲 大家就比较容易懂了 如果你看过 非常非常传统 大概恐怕 超过三十年以上的 这个 胡桃前的演出 在那个年代的演出里面 在那个年代的 这个芭蕾舞剧的演出里面 那一批出来跳 竹子舞的这一些舞者 他所穿的衣服 会让你很意外 为什么呢 他们穿的芭蕾舞衣 严格来讲 就是我们心中 对游牧民族 就好不说对匈奴 对这个气呆 应该身上穿的都是皮衣 然后带了个大皮帽 带个大皮帽 然后女生的话 也是带个皮帽什么 都是这样子的装扮 而是在这二十 这三十年 这三十年之后 你随着大陆的改革开放 然后再来就是说 在很多地方开始 对中国产生了一些 就大陆的这个改革开放之后 大家开始跟中国接触 发觉说 真正的中国 不是穿这样的衣服 那个反而是中国的 北方的游牧民族 或者它的少数民族 友谊民族在这样穿 而真正的是什么呢 所以如果各位 现在上YouTube 就我们俗称的油管 你上YouTube的话 你去查胡桃贤竹子舞 竹子仙子舞 去查竹仙子舞的 这个片段 你会发觉 现在的舞者的穿着 已经跟你三十年前 完全不一样 三十多年前 完全不一样 他们现在的穿着 他们现在的穿着 有一些呢 就可能会穿着 基本上大概都是 采取所谓奉献装 什么这样的模式 男舞者女舞者改了 男舞者就可能就会改 像我们现在穿着 那种比较像 就是我们讲的 功夫装的那种穿法 等等那样的衣服 那女舞者 他还是穿着像 複线装 但可是也是裤装 没有裙装 因为裙装 他们跳芭蕾舞的时候 不是那么 因为中国裙子比较长 他穿 可能他没有那么 跳芭蕾舞 可能不方便 所以因此呢 所以因此呢 你从这个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 这样的变化 就代表什么 开始连 芭蕾舞剧 也开始觉得说 他们要开始 要对中国有些了解 有些认识的话 那自然而然 他们在服装上面 他们也开始 有了一些改变 在这个舞蹈服装上的改变 那同理啊 同理 为什么30年以前 是这个样 30年以后是这个样 告诉各位 原因非常简单 为什么30年前 是旧服装呢 因为在当时 他们还是存着老的概念 不知中国有大宋 只知契丹及中国 各位我讲的 就是从这句话 做出发 你去做这个观察 各位不妨有空吧 上YouTube查一下 你就直接打胡桃钳 胡桃钳 或者胡桃钳竹仙子 我们讲竹笋 那个竹子 Bamboo 你查他你就知道 所以因此我们在这边 就跟各位报告 我们今天的心胸 要开始打开了 我们的心胸打开就是 你不要认为 后晋亡于契丹 或者石敬堂 割让了烟云十六周 是不好的 严格来讲 严格来讲 石敬堂 割让了烟云十六周 的确造成了 后来的后汉 一直到这个后周 到这个宋的建立 到宋建国以后 这个北方的 这个边境问题 一直是一个困扰 北方边境问题 一直是一个困扰 尤其是契丹又这么强大 但是呢 你要考虑一个情况 其实割让了烟云十六周 实际堂割让了烟云十六周 我们绝对不能够 纯粹站在宋的立场 站在判人的立场 站在华夏的立场 我觉得你为什么 不拉过去 站在CB的立场 或者是站在 Kidam的立场呢 我反而现在更重视 后面这一块 Kidai 俄罗斯文念 中国叫Kidai Kidai或Kidai 像我知道 我听那个秦辉教授的演讲 他念Kidai Anyway我们讲回来吧 严格来说 严格来说 就像我刚刚在今天 我们这个直播开头时候所讲 耶律德光 耶律德光发现说 汉帝不是像他想象中的 这么好治理 不能够说不对 不行 没关系吧 就把这个四周围的 这些 这些 这个首都外面 四周围的百姓 就当着提款机 骑着马出去 骑马拉就劫掠人家 就劫掠了 钱就来了 这个观念的改变 严格来讲 给了严律德光一个 你不得不去这么改变的方式 因此使得严律德光 在他虽然呢 最后可以说是 很不光彩的 从这变量撤退 这个撤退之后 其实严格来讲 为严律德光开启了一扇窗 为他开启了一扇窗 他知道统治汉地 没有那么的简单 那既然要统治汉地 没有那么简单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第一个嘛 他就找一些 可以被 可以为他所吸收 为他所用的汉人 提供意见给他 你觉得可以怎么样处理 比较好 你觉得怎么距离比较好 这第一个 先找人嘛 第一个嘛 种场之下一定有勇夫嘛 有勇夫 然后你再看看 你是勇还是不勇嘛 这是第一关 第二关记得好 既然从这众多的勇夫当中 我找出一个勇中之勇 就什么意思 聪明人里面的最聪明的 你要怎么样把这些聪明人 最聪明的笼络在手上 跟他攀亲戚 跟他结亲嘛 对不对 所以我把这个 女儿的公主嫁给你 你就是我的驸马 对不对 然后呢 我的儿子娶你的女儿 他现在是王妃 未来呢 也有可能变成 说明就是太子妃 也有可能变成皇后 也就透过这个样的方式呢 所以慢慢的 契丹的皇族 除了跟 他的附近的一些 他的北方的一些 游户部落 维持关系的时候 还是有这样子 以嫁娶的方式 建立 拉亲戚建立关系 而对南方 汉地的汉人 他也是如此 也是如此 接着再来呢 也就开始有人 向耶律德光提出了建议 就怎么办呢 最好的方式呢 是 弃丹人多的地方 或者是你弃丹 原来的大北 这块部分 你用你原来弃丹 治理的 法律也好 规矩也好 制度也好 你这边就继续用你 弃丹的法律制度来 治理 至于你吃进来的 这幽云十六周呢 汉人多 没有错 这些汉人 虽然生活已经糊化 但是请注意 他长期还是受到 中原政权的管理 因此基本上呢 我们应该可以出现一个 就像我们今天 我们举个不是很好的例子 我可以三餐吃牛排 我可以三餐吃牛排 啃麦当劳 喝汽水 喝汽水 这个 这个 喝汽水 搅薯条 然后高兴了吗 闲来还搅个棒棒糖 蹦一声 但是请注意 你这些东西去掉之后 你不得不否认 你骨子里摸进来 你是中国人吗 你受中华文化的影响 你是汉人吗 好 既然是如此 你会有 你会面对到 祭祖 祭孔 心中最重要的是 孔父子 智生先师 对不对 然后可能万般 接下来也会有读书高 等等这一类的 然后再加上 他长期因为 你在社会上的制约 跟外在的习惯 你会非常习惯于 当时的中原政权 所留下来的 管理的制度跟法规 因此怎么办 就出现一个现象 优云十六周 或你称天云十六周 也可以 这些地方 继续维持 唐代的法律 甚至有一部分 宋代 现在这个法律也很好 那我就把宋代的法律 拿来我这里使用 就换句话说 比照办理 宋代有一个 这个法律不错 我有这个制度不错 好我就直接沿用过来 比照办理 因此各位有没有看到 使得辽啊 就是契丹这个国家 他在他原来统治的固地 采用契丹的法律 他在呢 他新增加的 这个烟云十六周这边呢 他使用唐宋的制度 甚至连官制都一样 都还差不多 因此这也就是各位 很多朋友看这个武侠小说 看天龙八博 看不懂了 就是为什么乔峰回到了 人家发现乔峰是 该帮帮主乔峰 大家发现他是契丹人 就被该帮赶走了以后 他为什么一到了这个 一回了契丹 就当了南院大王 为什么这个契丹 还分什么南院北院 什么南北官制 甚至有很多人讲 这契丹是中国的南北官制 谢谢高教授 谢谢 其实告诉各位 各位有没有想过 他北边 契丹人多 以契丹的法律统治 契丹的政府 契丹的制度管理 南方的幽云十六周 汉人多 所以他用唐宋的制度管理 换句话说是怎么样 用汉人制度来管理汉人 来管理汉人 对 某种很多地方你可以说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以汉之汉 可是你有没有把它翻过来 各位 这个东西 我讲的其实一点都不神乎其神 你如果想要把这个制度 你用手反过来想 你只要脑袋一转 请问一下 这个制度不叫一国两制 它叫什么 我再重复一次 契丹所采取的南北官制 北方依契丹族的 传统一契丹族的制度 跟他的法律 统治契丹人 南方以唐宋的制度 管理汉人 那请问一下 这个制度不叫一国两制 请问它叫什么 因此可以告诉各位 一国两制不是洋玩意 一国两制也不是中国大陆 多么伟大的发明 中国共产党多么伟大的发明 一国两制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 跟政治史当中 在政治史当中 不能讲传统 在中国的政治史当中 一个非常突破性的发展 所以换句话说 石敬堂割让了燕云十六周 坏嘛 坦白说不会 如果没有割让在燕云十六周 也没有后来这个叶律德光 这个叶律德光在这个面对大军 大军南下的时候 这个出去这个与他作战的这个后进将领 纷纷不战而降 也就使得叶律德光最后长驱直入 攻破长驱直入 直入变凉 后进的出地呢 只能够出城投降 后进灭亡 那个时间呢 是西元的947年的1月10号 正好就是明天 明天就是后进 你如果假如高兴的话 你是不是可以算一算 明天是后进亡国多少年 后进亡国多少年了 如果你要帮后进复国的话 那没关系 先说好 这是纯开玩笑 不当真 因为这个东西变得散火叛乱 好我们再讲回来 因此各位朋友 今天我这个直播 我要带的一个概念是什么 我要带的一个概念 就是告诉各位 第一个 蓝营的朋友不要怕 虽然很多人讲说 对啊 你现在一国两制 已经被污名化了 一国两制污名化又如何 请注意 我们政府 我们政府保障言论自由 我在谈历史上的一国两制 请问一下 我有为非宣传吗 我有为非账目吗 没有啊 我只是谈历史上的一国两制 那如果假如 你今天从这个角度去吃不饭 那请问一下一国两制 又有什么是洪水猛兽可言的 甚至可以告诉各位 中国历史上一国两制的制度 太多次了 各位可否知道 这个忽必烈在担任这个元 在他担任这个元朝皇帝 在建立元朝 建立元朝 他成为开国之君之前 他在他的封地 就采行过一国两制 就是蒙人治蒙 汉人治汉 那么我们再来讲 距离今天最近的一国两制 最多三百多年前 哪一次啊 就是大清建国以后 分封的三番 这个什么吴三桂 耿金钟 什么这几位 什么平南王 平西王 这一些 各位 那个也是一国两制 怎么个一国两制法 我 我大清皇帝 是我大清皇帝 你的话 你那里的税啊 什么通通不管 你在那里维持 你等于是一个半自治的状态 你只差 还给你个王爷的头衔 你自己征税养兵 什么你自己去处理 那请问一下 告诉各位 这个不是一国两制 请问这叫什么 甚至于今天好了 这件事情 我没有请教过宪法的学者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说 今天必须要说 请问一下中华民国宪法 是不是也是一个 一国两制的宪法 我们对蒙古地方 对西藏地方的 这种治理 的治理 在宪法上 对他们提出了 非常多的保障 请问一下 那这个不是一国两制 那请问什么叫一国两制 对啊 我们有省 我们有省 有直辖 我们有省的直辖市 有县 有县 有区 那同样的 蒙古没有设省 不是设省啊 西藏没有设省啊 然后我们尊重他们的自治 那请问一下 各位 如果照这个角度 你来做穿越 穿透来突破的话 那请问一下中华民国宪法 本身是不是 也有一国两制的精神 对啊 对面对蒙古 面对西藏 难道不是一国两制吗 面对建议外蒙啊 面对现在的西藏 我们不是一国两制吗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 我觉得有很多人说 不要再提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 那已经污名化了 你污名化 请注意啊 很多事情 当它被污名化的时候 今天更重要的是 我们就更要站出来澄清 今天蓝营不能说 因为那一趟的时候 我们就不做 那吃饭会噎死人 你不吃饭啊 我们蓝营什么时候 这么怕死 你说啊 那个跳进去 可能是一个泥塘啊 打泥巴掌 你总要丢三五个 有本事打泥巴掌的人 打泥巴掌吧 如果想说 你今天连丢三五个 有本事的人 打泥巴掌 你都没有 或逃不住 你都不知道说 这个中间背后有那个 那请问一下 你花钱养 那个国社会是 在养什么东西啊 我今天甚至可以 告诉各位一件事 小弟在新党参选 党代表 结果就是 我就是因为一条政见 大家都没有提这我提 就最后既然有人说 从那条去扩大解释 说他认为 我是 他认为我是隐性的 台独分子 我都觉得这件事 老天爷 我都可以把一国两制解释成这个样子 我变成台独分子 我都不知道 我是台独分子 我老天 这个 天下很多事情 真的 我们算了算了 讲回来 因此我们告诉各位 从历史里面找经验 从历史里面找的案 所以西晋的亡国 石敬堂割上烟云十六周 到后来他的侄儿 后晋出地亡国 严格来讲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今天要看的不是说 你看 后晋 最后还不是 这个做人家附庸 如何如何 这个我觉得 我不要讨论这么浮面的东西 我宁愿整个的往前看 往前看的是什么 耶律德光灭了后晋之后 他在辩量了统治 他才知道 治理汉地 没有他想象中的这么简单 不是靠着骑在马 不是靠着我的 不是靠着我的士兵 骑在马上 拿着利剑 拿着利剑 就可以让你屈服 而是你变成 你绝对要使用 汉人的制度来统治汉地 你要使用一个 就你要用汉人制度 统治汉地 统治汉地 这样子你才能够长治久安 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我们也就要在这边 跟各位报告 今天特别我在这里 就是要一再强调 就是我们今天 绝对要把行踪放宽 像举个字起来 像我刚刚讲 俄罗斯俄文里面 称这个中国 用一个字 期待 或者期待 像你听秦桧教授 你还能念期待 像我的话 我是听Google翻译念 期待 一个是他 的音 另外一个是 的音 期待 我们像秦桧老师 这样 你还能念期待 好了 期待是什么 期待就是中国 俄罗斯文的中国 那你想想看 就像我刚刚讲 你客家话 哈发 哈发怎么讲 气单 气单 所以你看音差不了多少 而且各位要知道 客家语里面 保留了相当多的 中国音韵 保留了相当多的 中国音韵 也就是唐宋时期的语音 唐宋时期的语音 因此我们在这个里面 你就说变成我们的心胸傲宽 第一个 我们 这里就是有一位大陆学者 深深感动了我 我听了他一场演讲之后 他就曾经提出来 他说 抱歉 其实呢 南宋加北宋 这么长的时间 南宋加北宋 这么长的时间 恐怕大概有四百年 应该恐怕三百多年 四百年都有 这么长的时间里面 而当时这两 南宋 北宋跟南宋 都有跟周边的民族 建立一定的关系 你不管是军事关系 不然是军事的对抗的关系 或者后来因为这个 这个采取所谓使用碎币的方式 反而引发起来 变成一种贸易 严格来讲呢 千万不要忘了 因为这个宋真宗 跟这个契丹的 这个契丹的萧太后 双方之间签订了禅农盟约 开创了中国华北 中国北部 整整一百二十年的和平 双方之间不打仗 其实告诉各位 如果假如说 以他们双方所建立下 这样的成就 我今天不得不说 如果诺贝尔和平奖 可以追赠的话 我都觉得诺贝尔和平奖 搬给宋真宗跟辽太后 远比搬给欧巴马合适 难道不是吗 你的看法 我是觉得诺贝尔和平奖 可以该搬的是宋真宗跟辽太后 宋真宗跟萧太后 辽的萧太后 搬给欧巴马那个 我觉得是有点多次一局 同理我们今天在这 你像开创了一百二十年和平 而这一百二十年和平当中 虽然双方之间也曾经有紧张的阶段 但是最起码所造成的是什么 双方之间彼此也因为碎币的关系 双方之间开始有了很紧密的贸易 双方之间有了更紧密的贸易 而在经济上的互动 跟彼此之间互相 有了有善意的循环 当然有些恶意的互动 恶意的冲突 在善意的循环不断的进行当中的话 请问一下 双方之间是不是更了解 因此我现在非常受到 大陆一位学者的看法 他根本上已经认为 我们现在要讲的 所谓的北宋南宋 跟辽津西夏之间的关系 严格来讲 你根本应该要称之为 中国的第二次南北朝 像他的话 他的看法就是说 其实我们现在应该要 重新看那个观点 要看那是中国的第二次南北朝 尤其像我刚刚在这个 内容当中所讲到 抱歉 所谓的不知中国有大宋 只知弃丹及中国 像我们这个话 我们还可以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为什么只是弃丹及中国 各位可否知道 在现存我们已知 非常古老的一个版本的 阿拉伯的兵书当中 我们讲的军事书籍当中 他除了讲到用兵策略 很多的事实上 讲到的军事设备 而他当中特别有介绍到火药 而他介绍火药的时候 各位可否知道 他怎么称火药 如果翻译成 我们今天你不是用意思来译 你要照他的那个音啊 跟那个就字面的意义来解读 告诉各位 那个年代的阿拉伯人 称中国的火药 叫做契丹花 他不是用聊 送花 他叫契丹花 那你会觉得 阿拉伯世界兴起的时候 这个契丹就聊 那早就灭亡了 各位可否知道 事实上后来的聊 在出现分裂的时候 有一批疗的贵族 还有一些这个重要人物 他们迁到了今天 大概新疆这一带 内蒙到新疆这一带 他重新建立一个国家 也叫大疗 但是因为他位置于 在现在这个疗的西边 所以也称之为西疗 各位不要小看这个西疗 这个西疗在他的领土最大的时候 今天的这个新建 今天我们的大陆的 乌鲁木齐自治区 就新疆 我们的新疆省的全境 一直到南边青海省的一部分 甚至到中亚的话 现在有很多的国家 甚至还包括一部分 最近这个出现新闻事件的 这个哈萨克斯坦 这些都是西疗的范围 而且他们呢 当时他们还曾经 自称自己的国家叫黑气丹 知道为什么用黑气丹 感谢 感谢黄先生您的点赞 为什么称为黑气丹 告诉各位 他们之所以用黑气丹 这个黑 既然是中国五行中史说的影响 因为他认为当时 他们到了那里 走的是中国五行 这个五德中史说里面的水德 水德是怎么样 颜色属黑嘛 五德的颜色 水德的颜色是黑 所以因此呢 他们就认为 所以他们自称自己是黑气丹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中华文化 就是整个的在这个中国文化圈里面 已经有相当多东西 已经渗透到了气丹里面去了 渗透到里面去 所以你还不要讲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气丹字 或者西夏字 基本上那种中国汉族的影响 都是写的 都是写个独体字 方块 都是方块字 虽然那个字到现在认识的人 已经不多了 认识的人不多 哎呀我们不管 我们还是讲回来 我们就讲回来 因此告诉各位一个情况 我现在基本上 我今天透过这个方式 就透过这段直播 我除了为各位讲 可能一个你不知道的 历史上一个芝麻 绿豆 这个鸡毛蒜皮的事情 但是今天我在这里要跟各位报告 今天我们看的不是后进的王国 我们今天要看的是 我们今天要带着各位看的是 我们今天是不是要换一个角度来看气丹 就是看辽这个潮 你说它是个格局政权 也好 朝代也好 你说它是个国家也好 西等上你今天你怎么看疗潮 你怎么看齐丹国 我们都要换一个眼光 就像我刚刚提的不只是一国两制 它后来国家分裂了以后 这个跑到了那个哪里 跑到了那个新疆 在那一带又重新建了一个国家 黑齐丹 始称西凉 然后它为什么黑齐丹 因为它用这个黑字是因为他们认为 在中国的武德宗史书里面 他们是水德 这是水 五行里面的金木水河土的水 水的颜色是黑 色属黑 所以因此色障黑 所以他们自称自己黑齐丹 然后再来更重要 因为燕云十六周的关系 汉人多 所以它为了有效统治这块土地 有效统治 它收进来了燕云十六周 所以因此怎么样 它发展出来了 燕云治疗 汉人治汉 各使用一套 各使用彼此之间传统的制度 而契丹这个国家就开创了世界上 世界上第一个一国两制的政权 开创了一个一国两制的政权 所以一国两制不是 一国两制不是现在发明的 历史上有非常非常多的一国两制 只是当年它没有用这个名字而已 而我们在史学界称的时候 好比说我们都称了南北官制 北官管那边南 北官用契丹救治 契丹救治跟法律习俗 然后南方呢 就是用了唐宋的制度跟官制跟法规 那请问一下 那这不叫一国两制这叫什么呢 所以因此呢我们在这边今天就花点时间 除了我刚刚前面那个四分多钟 用来作为我自己广播节目的广播稿之外 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以这一段 特别来聊一下 特别跟各位聊聊期待 特别跟大家聊聊谈一谈期待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的确是需要 开始需要有一些史学 从事史学研究的朋友 开始投入一些新的经历跟看法 重新来解释这些东西 但是我在这里我也必须要跟各位报告 重新解释可以 但是请注意 不要过度解释 或者过度用我们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 就像我最近跟因为这个朋友 争辩 他就说 主权跟管辖权就是在一起的 所以怎么样如何 坦白讲 在真正的政治学里面 管辖权是主权的一部分 那你对于 你不管我们是讲当年 这已经过世的魏庸教授 所谓多提制国家的提制 或者说我们以当年的东德西德 这种分裂提制底下 千万不要忘了 西德当时还提出来所谓的一德两国 然后为了说 因为因应国家统一的需 为统一的需要 所以因此制定基本法 请注意 在那个里面 他所做的事情 都是在在的在尊重 所谓的民主德国 也就是东德的 东德的这个 对东德提出最大的尊重和善意 对东德政权提出最大的尊重和善意 他一直没有讲 对不起你是我联邦德国 神圣不可分割力的部分 西德在破旺的西德没有这样讲 那请问一下西德有没有尊重德国的 有没有尊重东德 所谓民主德国的统治 的这个相关法会尊重 最后就是因为彼此的善意 让两边在这个 最后的一些相关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 相关的一些 的一些阻挠 这个消失了以后 而西德也掌握住 这个骚纵即使的机会 就让国家统一了 而今天的一个情况是 今天在台湾的我们 我们是中华民国国民 我们是中国人 你怎么去解决 就你在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拿一些 误会我们新的看法出来了 我们要有些新的看法 但是当拿这个新看法的时候 与其再去做一些旧瓶装旧酒 不如一个情况 干脆一件事吧 我们就直接釜底仇心嘛 一国两制是什么 坦白讲 各位可能还不知道 因为这件事情 当年并没有热 变成一个热话题 新党当年还曾经提出过 所谓的一国三制 而这个一国三制 当时大陆的统战部门 就是定调 对不起 你的一国三制就是一国两制 但是结果后来发觉说 又不太对 所以你没看 就是说到后来发觉说 这个东西 有些东西又走入了死胡同了 最后你千万不要忘 习近平先生是不是提出了 所谓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其实我告诉各位 所谓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某种程度上 他的有些精神 就是当年新党提的一国三制 为什么一国三制 香港跟澳门是殖民地回归 是中国重新对这两块土地 开始恢复 行使主权 就是把管辖圈拿回来 那在下面的情况下 那请问你 他对台湾是这样子 台湾不行 我们台湾某种程度上 等于是中国内战的一个延续 这两个不同 这个中华民国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些内战的延续 怎么样解决这个内战状态 而怎么样做一些新的调整 这一些都有赖智慧 都有赖两岸的学者 或者是两岸对这一块的 这个人开始开启示 用我们的智慧来解决 这个绝对不是说 你因为怎么样 所以敢解决一些事 我们就通通通通 管辖三七二十一 就是红统啊 你要我不要 我坦白讲 我很喜欢跟红统的朋友讲 你要我不要 为什么我不要红统 原因非常简单 今天 你会发 今天当年从 当年从正反反右 从正反肃反反右 然后一路到文化大革命 这一连串的这种伤害 你会认为说 以后不会在台湾这边发生吗 谁能挂火箭 谁能挂火箭 甚至关着门座 你觉得北京当局知道吗 我最近在这边讲一句 各位可能听到很夸张的 大陆的顺口溜 我有时跟人家讲 我在大陆 我看着在报道上看到 那大陆有这么一句顺口溜 什么村 对不起 村片香香片县 一路骗了国务院 你未来在台湾这块土地 万一发生这种状况怎么办 对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 结果来 不是我对 不是我对这个那个什么 这个东西完全不信任 倒不至于是这个问题 而是一个情况 要捅 好歹我们要被捅的有尊严 要结婚 双方不见得要门当互对 但是最起码彼此要尊重对方的家事 尊重对方的家事 最终尊重对方的过往 同情而理解对方的过往 然后同时互相的尊重对方 注意我个人觉得 尊重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今天很大 那一大堆红桶 没关系啦就是怎么样了 就是怎么样 没关系 将来你看来的你看 那一不怎么搞什么都搞 我才不要他这样搞 为什么不要这样搞 的确现在碰到有些事情 也第一次惹你生气啊 你已经看到现在正习 这个谁不一路火 但是能怎么办 而今天我们能怎么办 就是我跟很多朋友不一样 我觉得我们要扩充我们的知识 我们要扩充我们的视野 我们要换一个新的角度来看 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拿出去什么样新的理论或者是新的理论或新的论述 只有这样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未来两岸的和平统一 是真正快快乐乐平平安安的走向统一 而不是刀光剑 好 因此在这个地方各位小弟今天的这段直播就做到这里了 谢谢各位的收看 尤其真的要特别谢谢高孔年教授 我是不知道说您是不是现在还在收看 如果假设的话 真的不好意思 您这么一位 这么一位受人敬仰的政治学学者 小弟真的在您面前 真的是鲁班面前弄大福 也谢谢您的 谢谢您真的是台爱 谢谢您的台爱 如果假高教授觉得 我这个里面为什么需要改进的话 也请高教授不应赐教 请高教授不应赐教 那个脸书 Facebook有一个系统叫Messenger 您可以 我不知道您的 您有没有加入这个Messenger 这个APP 如果可以的话 您相关一些要赐教 或者说想与小弟联络的话 您可以与您在下 透过这个方式我们来联络 透过这个方式我们来联络 好 今天的直播就开到这里 祝各位周末 周日晚间愉快 也祝各位下个礼拜 一切顺利平安 听说下个礼拜会很冷 希望大家这个 穿暖 假修 穿暖 然后吃好 谢谢各位亲爱听众朋友们说 对 好像今天是喇叭 如果假如今天是喇叭的话 祝各位今天晚上都吃到喇叭的时候 小弟一个人置身在台 那个朋友不知道这样讲 我这样是不是算台独分子 为什么在台湾独生一人 好 谢谢大家 晚安 谢谢大家